耶稣看到人群围着他 就吩咐门徒到湖对岸 耶稣上了船 门徒也跟着他上了船 忽然户面上狂风大作 波涂空涌 船快要被巨浪吞没 耶稣却在睡觉 门徒怜望叫醒耶稣说 主啊 救命啊 我不法掩死了 耶稣答道 你们的信心太少了 为什么害怕呢 于是他起来戚责蜂祸狼 蜂狼就完全平静了 门徒狠惊奇说 他究竟是什么人 连蜂狼都听他的